大家好,我是五一张鹏 今天为大家讲肩颈疼痛 以及肩颈疼痛引起的偏头痛 或者是偏我们耳朵一侧的疼痛 这种问题呢 大部分原因就是斜方肌过度紧张导致的 不知道在生活中 很多人在生活的当中都会遇到一个问题 睡一觉起来发现脖子动不了了 向左向右向前向后都不能活动 只能保持一个姿势一动就疼 这就是我们说的落枕 它就与我们的斜方肌有很大的关系 而且呢落枕基本上都是偏一侧比较严重 导致斜方肌过度紧张的原因 第一我们睡觉呢保持一个姿势 长时间的去压一侧的斜方肌 它会变得过度的紧张和僵硬 另外呢就是久而久之 我们还有就是在你玩手机 或者是坐在电脑前办公的时候呢 头习惯性玩一侧偏 这种情况呢大部分人是不会在意的 只有你出现了问题 你才会去看你的姿势正不正 甚至你自己检查都发现不出来 需要别人帮你来进行评估 你头往一侧偏的 你就能感受到你一侧的斜方肌是被拉伸的 时间长了这个肌肉变得紧张 僵硬你的气血循环不好 它会产生什么 你的头痛 包括它会产生什么偏头痛 而且特别严重的就是我们的耳朵到斜方肌 这一侧都是痛的 还有就是我们半边头受寒 受凉了 这是造成我们疼痛最直接的问题 寒凝血鱼 它会寒凝血鱼产生的疼痛特别特别的多 我们要解决以上这些问题呢 可以通过一下这个锻炼来进行改变 就是拉伸我们的斜方肌 下面呢 我为大家详细的讲解 首先呢 我们要拉伸斜方肌呢 就是把手放在你的腰这里 掐着腰 好 手臂呢 自然的抬起来 好 抬起来放松 而不是送肩 好 一定要抬起来放松 如果说 你的脖子这个地方过度的紧张 先慢慢的向一边偏头 吸气自然的呼吸 好 偏到什么程度呢 偏到你的脖子到极限 有拉伸感 不是那么疼痛 为好 好 偏完了以后呢 再慢慢的回正 回正 再向另外一侧偏 好 慢慢的偏到 这个有拉伸感 停顿 10到30秒 好 再慢慢回正 这样的话 是一次 是一次 左右各度 停顿10到30秒 是一次啊 我们在做这个动作 不是说哪里有问题 就做哪里 而是两侧都要做 让它平衡 你才能好得更好 基本上我们 在向偏的时候呢 每个人都能感受到 这个地方是被拉扯的感觉 现在无论你是年轻的 或者是小孩 或者是老年人 中老年人 都会有斜方机 过度紧张 都会有肩颈的问题 好 回正 这样的话 左右各度的这一次 每天呢 坚持做 七次 好 拉伸 停顿10到30秒 回来 好 每天做七次 好 如果说 大家还想学习 更多的运动方法 可以在下方评论 留言 或者私信 和我经营交流 谢谢 咖啡 眼头 呃 诶 千 瓶 雅 土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